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李淑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美国股市上面 它因为疫情的扩大 整个美国股市在盘后盘呈现了下跌 造成台北股市今天的卖压非常的沉重 收盘的指数下跌了344点 瘦在8900多点 那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机点 其实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利用一些统计学也好 或是在操作上面也好 把你的资金上面去做一些的切割 譬如说你要做超长线的 十年线的一个投资 现在在十年线之下 当然是如此 譬如说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抢跌生的反弹 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要件 或是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想要买到中短多 已经开始进行的 那这个过程之中 他称之为第二只脚的一个反弹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会从这样的角度 帮大家切入去做分析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曾经说过 台北股市 现在观众朋友而言 你过于不急都是不对的 国安基金 他不大可能用追高式的买进 他基本上而言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外资大卖的时候 他用挡的 那挡挡挡挡挡挡 到最后里面 他的收盘再把它拉上去 这是整个国安基金的一个做法 他很少是用 像上个礼拜五大家认为 国安基金进场 你就用追的 我说这是过于不急 我用过于不急来做一个标题 礼拜四大家排队 跌停板卖股票 排队到大卖场 去买卫生子 或是买食品 到了礼拜五 大家又排队买股票 这是不可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的不理智 国安基金的一个进场 或是十年线的一个投资是逢低布局 绝对不是用追高的一个策略 你必须把站线上面拉长来看 你才可以赚钱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十年线的一个布局 你的资金 因为你并不知道 它的最低点 是在哪一个点位 但是从过往三十几年的经验 会告诉我们说 十年线之下的最低点 它一年内会见到 问题是你不能够等一年 因为它在之前曾经出现过 当月就见到 一个月就见到 所以你只能在十年线之下 用你的资金切割方式 不管你是要一个月一个月的买 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说 不管你是小资男女 或是大儿资金 你要在十年线之下 做十年的超长线的布局 你就是把你的资金切割成 240份 或是260份 你去做一些的低接 那你当然都是选择 股东一权益报酬率很高的 或是历经空头 这家公司还是会赚钱的 那你这样历经这十年 十年之中一定会多空的循环 它一定会 所以你利用十年时间 你这十年里面 这家公司都赚钱 它是不是都有股息给你 你已经赚到股息 等到这十年之中 历经的这一次的空头 现在是空头 在翻为多头的时候 你就是大赚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定要知道 在长期压力线 就是你画每个月线的高点 之上去做减码 但是在十年线之下 就是按照我说的 然后你再配合到月KD的指标 去做一些的价差 所以这个时间点 大家问我说 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场 今天会进场 十年线之下 最低点 我说过一年内会见到 但是是一个月就见到 还是十二个月 没有办法告诉你 所以你只能用 资金切割的方式 你不是每一天眼睛 都在看盘 每一天眼睛 都在看盘的观众朋友 或是用人资 使用的观众朋友 你是没有办法 做十年线长期投资 其实十年线的长期投资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跟大家讲过 你一定办不到的啦 就像上个礼拜 我为什么那么多人 追着排队买股票 今天明明就在十年线之下 很多人就是不敢买股票 原因就是如此 当然今天不买股票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今天是台湾 第一次来实施主笔交易 每一秒 每一秒瞬间撮合 连我今天看的眼睛都好痛 跳动好快 那电脑 尤其电脑画面 像我一看就看 八个画面 十个画面 那跳动很快 让我眼睛很难过 可是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我现在建议大家 是用ROD 限价的方式 或是IOC 限价的方式 这两个是一般 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做使用的 那ROD的一个 所谓的限价 跟以往的一个部分 都一样 可是你其他的部分 你要用四价 然后这个方式 你一定会冒到 你不小心一下子 瞬间跌停 或是瞬间涨停 那个不是很好 所以你一定要用 限价的方式 这是我提醒大家的 一件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中 十年线长期投资 我一点改变都没有 你问我未来 十年线之下 我都是告诉你 资金的切割 只要在十年线之下 你每一天 切割240天 你就去买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现在讲到 另外一个叫做极短线 极短线的操作的方式 其实这是从数学统计学 跟人性的角度上面 可以告诉你 我在上个礼拜 为什么告诉你散热 PCB IC设计 半导体的部分 都有这些 你看今天最强 是不是就这几个族群 那为什么会如此 其实它是数学理论 来告诉大家 像IC设计好了 大家今天一定都会讲联发科 联发科时不时是库藏股 上个礼拜五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的 你不会知道 可是你从整个现行图 你可以发觉到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礼拜四并没有打到跌停 这是礼拜四 它并没有打到跌停 那第二件事情 你为什么知道它没有打到跌停 我用数学跟大家讲 也就是说它在礼拜五 大概有200多家涨停板 大部分股票都是7% 8% 9% 很多 可是你的股价 你在礼拜五的涨停板 可以越过礼拜四的高跌 一定就告诉你 它不是跌停板 为什么它不是如此呢 我用个逻辑数学告诉他 假设你是买50块的股票 跌停板 是不是45块 45块在涨停板 加上一层 会不会回到50块 它不会 所以如果礼拜五的高点 它比礼拜四的高点 更来得高 那就代表什么 723加跌停板的那一天 礼拜四这些股票 通通没有跌停 台积电是如此 联发科也是如此 它通通没有跌停 那没有跌停的过程中 它在星期五的涨停板 你看它用多快速的方式 星期五这一根红棒 它是涨停板的 对不对 它这一根红棒的K棒是很短 很短就是告诉你 它是用开很高的方式 再去锁涨停板 那就代表什么 至少在礼拜五进货的人的成本 它是非常高的 它是非常高的过程中 它在今天里面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美国盘后盘又大跌 整个亚洲市场上面又大跌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到 它可以有盘上 它就可以盘上的价格更强 也就是说 在大盘 它还没有来到五日均线的时候 它可以越过五日均线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在大盘 如果以大盘的角度上面而言 没有站上五日均线三个营业日前 你不用太过的高兴 而且这一类型的个股 本来就会遇到什么 本来就会遇到 所谓的法人式的一些的卖压 那整个短空的结束 一定是要站上三个营业日以上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上个礼拜五的高点 大盘是不是就是五日均线 今天又下来了 所以它都没有克服 所以你要去看的是 你要抢跌升反弹第一支架 我再讲一次 星期四没有跌停板 星期五很快的开高走高 锁涨停 今天依旧很强 那为什么要依旧很强 我在这边提醒观众朋友 一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的尊重 多空的看法 你要做多 你要做空 我都没有意见 可是你要去想想看 最近的交易制度 最近的交易制度里面 它有一个规定 如果前一天的收盘价 它是在3.5%的跌幅 大于3.5%的一个跌幅 隔一天 你平盘之下 是不可以去做放空的 没错吧 那你现在里面来讲 今天没有话讲 因为今天在上个礼拜 整个五的过程之中 很多的个股 很多的个股上面 你就可以发觉到 在上个礼拜五 一千多档都是上涨的 你都可以空 好 那换句话说 从明天开始 今天很多的股票 跌3.5%以上 是不是很多 你就不能空了嘛 对不对 你能够空的 是不是就是今天的强势个股 那你说这样子的话 不是跟蜀方老师讲的违背 对 它就是一个违背的 当你的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你都去空 都是强势个股 你都去空 都是强势个股 它始终不下来 麻烦你就要稍微 震惊一点点 紧张一点点 不要过度追空 因为就代表说 这市场上面 在面对兵荒马乱 草木皆兵的时候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档个股 它可能有A咖在里面 所以你宁愿什么 你宁愿空的话 你一定要去打落水狗 尤其在这种交易制度之下 因为你每一次可以空 每一次都可以空的 都是强势个股的话 你会很危险 那龙券暴增的过程后 因为你三月四月要补一次 再过来除全息 你要补一次 你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你在最近里面 一定要去留意 那什么不能买 我刚才已经讲了 礼拜四没有跌停板 在最近这几天 有过 有过礼拜四高点的 有过礼拜四高点的 这就是你在最近里面 要去做留意的个股 那今天大概有一些 被动元件也是如此的 还有PA 今天又加入到一些PA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族群慢慢慢慢就出来了 本来只有PCB 上个礼拜有PCB IC设计跟散热 你今天又有一些被动元件 跟所谓的PA 所以这市场上面 的确有一些的力量在诞生 而且国安基金的启动 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美国盘后盘 还是中错八九百点 可是台北股市 今天的跌幅不像以前 哇 5% 7% 8% 9% 没有那么恐怖 那就代表 在目前十年限之下 的确有一些 投资的买盘在这里 那你在这种过程中 很多朋友就问我说 那我手上里面来讲 有些的股票套牢 我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 去做一些所谓的解套 就我去低阶 摊平我的成本 但是在今天里面 你可以发觉到 那假设 你的个股上面 在今天再创新低 大盘没有创新低 假设你的个股 在今天再创新低 你要不要急 你不要嘛 因为你的资金上面 是有限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选择 十年限的超长限的投资 你呢 眼睛就要闭起来 每一天看一下收盘价 有没有在十年限之下 有没有在你要买的价格之下 收盘 买 资金切割为一年 这种方式去做补局 那假设你要抢 跌生反弹的第一支脚 我告诉你 就是抢强股 因为抢股才代表 在这种盘面上面来讲 有人愿意去跟空方对抗 你才有机会 你才有机会 市场上面 本来就是多空嘛 他愿意跟空方去对抗 你才有机会 那不然的话 就是随事 什么叫随事呢 就是大盘没有破底 他也不破底 大盘涨个1% 他也涨个1% 大盘跌个3% 他也跌3% 那你是弱势个股呢 那就是在大盘 今天没有破底 他破底的 你不是不能够在未来 去做一些的谈平 我做个举例好了 今天这一档个股 叫做9914的梅利达 你可以发觉到 还有创新低 刚刚那K线是错的 它实际上又是跌停板 今天又是跌停板 那是不是又是创新低 那像这种个股 你说梅利达 也不是烂公司 对啊 不是烂公司 可是它的技术面 告诉你 它没有人在里面 它的技术面告诉你 它比大盘还弱 像你在买这种个股 你就等它什么 台北股市今天 是不是亮说 你等它打底 打完底型 展现它已经完成大底 你再来考虑 也就是说 你在今天假设 你手上的个股 是在今天 去破了礼拜四的低点 或是又破了近期的低点 创下近期的新低 你不要急 你把资金上面 先留住 买其他的个股 抢其他的个股 然后等到这一档个股 有一个底部形态 确认 我刚才讲 底部形态就两种 一个 量缩打底 放量突破颈线 不然的话 就是带量 站上大量区间 那这个部分 你就去做一些流域 那你再去买 这一类型的 弱势的个股 我就不反对 但是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不建议你 去做摸底的动作 所以我们刚才 已经谈到过 抢第一只脚的跌身反弹 跟第二只脚 它有什么样的 逻辑的不同 一个是超长线 超长线你就不用管了 就是在十年线之下 只要在十年线之下 收盘就收一些 以一年的资金为规划 那极短线 我就说 抢短线的抢股 股价有越过 礼拜四高点的 那就代表 这个是完真的 有机会 在短线上面 比较快 比较快 不是大家都不会 大家跌身都会反弹 比较快去进行跌身反弹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来自于 它已经大盘 比大盘先涨了第一只脚 可是它涨幅很大了 它已经不是跌身反弹了 它在过未来里面 它有可能比大盘 早做底的股票 那我们又应该如何操作呢 我们等一下进段广告 再来告诉大家 其实目前的台北股穴 任何一个利空 我在之前讲了 三月四月就是欧美 疫情会最严重的时候 我始终没有改变看法 之前大家都说五月六月 我就跟你讲是三月四月 美国现在的疫情的扩大 就是来自于川普跟强生 英国的强生 我觉得它会是防疫的破口 它太漫步惊心了 我就说新冠状病毒 自主力不高 但它传播力是最高的 它不敢封城 封城绝对会造成 景气消费力道需求里面大降 GDP复数 但它是最快速 你完成了疫情的控制 而来到什么 刺激消费性需求 所以现在就看川普怎么做 但是因为道琼在今天里面 如果按照盘后盘 他会破掉一万九 来到一万八对不对 川普到这个位置来 已经去跌破了他川普的防线 以我对川普的猜测 我不是川普肚子里面的蛔虫 他一定会呢 各种手段跟策略都会出来 因为他想干嘛 他想要在今年十一月 再当总统 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都不用去管 美国多么的弱势或干嘛 现在全球国际股市 都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景气基本面 必须下半年需求面才能论断 但你现在操作的 就可以按照我说的技术面 去做操作 所以危机还是转机 超长线的部分 他已经出现了转机 极短线 他有一些新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在目前来讲的话 不管是做短线的投资朋友 或做长线的投资朋友呢 你都有一定的机会 就像我们在上个礼拜 买的股票 在今天还是涨的 就是同样的道理 你的选股要有一定的逻辑性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 在针对已经出现第一只脚 先行大盘主底的 那要如何去做操作第二只脚 进一段广告再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以IC设计上面来看的话 目前符合我刚刚说的 在今日的高点 过了礼拜四的高点 或是呢 在整个一个昨天 就直接往上走的 大概有刚刚谈到的 像联发科 像系立 像信华 这一类型 它都是符合的 那PCB里面 其实还是有很多啦 TCB符合在第一只脚的强势 跌身的反弹 像3037的星星 或是4927的太鼎 这个部分里面 都还算符合 那我现在谈到第二种了 第二种里面来讲 对刚刚还有一个什么 3105的文贸 还有6488的环球晶 大概都是 还有3532的台胜科 大概都是我扫描的过程 其中跟大家讲 它有符合 过了 过了在之前的一个高点 可是有一种 就是它早就先行做落点 台北股市 在上个礼拜四 是创下近期的新低 可它股价有一阵子以来 它都没有去创新低了 它反而都是在新低价之上 先行去做主点 可是有些呢 第一只脚拉得很高 随便做个举例 像6230的操纵 它就是 你可以发觉到 它的第一只脚 已经拉这么高 那什么叫拉得高呢 就是大盘 我们现在是在探讨的是 五日均线 但是这一类型的个股 已经拉到什么 月均线之上 有就是 它在修正我说的 黄金切割率 与季线的副瓜里 它已经先往上反弹 反弹的幅度很大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就要提防一下 提防什么 因为它来到月线跟季线 它会碰到月线跟季线 获利了结的 或是解套性的卖压 所以你要提防 它可能会拉回的第二只脚 可能它拉回的第二只脚 所以你要买呢 你只能怎么样 一个 接近五日均线你再来买 第二个 你看它的五日均线跟月均线 月均线在几天之后 再几天之后 它会走平向上 一个是接近五日均线买 不然的话 你就是等 五日均线跟月均线 黄金交叉 再回测一次五均线的时候 那个去做买进 像这种比大盘 早看到最低点的 像613的联帽 它就是如此 或是整个一个 623的操纵 它也是如此 那还有些像泰塑 齐红 还有3081的联养 它都是如此 我在今天先帮大家做一些的功课 就是希望你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你要做对方向 那至于在超长线的投资 那就是价值性的投资 你不一定要追强的 可是你要抢跌生的反弹 你就是要折强式的买进 那我刚才讲的这一些的个股 就是我在技术面帮大家去做扫描 但是因为它涨幅很大 这种叫做第一只脚已经完成 但是你必须提防 它可能有的第二只脚 所以你必须等到第二只脚的拉回 像五日均线 像五日线跟月线黄金交叉 或是第二只脚下来对不对 再往上转的那一刹那 变成什么 那个叫W底 它已经第二只脚 我说底型都是这样子 底型都是这样子 它呢 你第一只脚不会V转 它还有第二只脚 已经第一只脚的 它很容易短线上面 有获利老贤性的MAYA 拉回 然后打第二只脚 那个部分叫做中短多 我第一个跟你讲是叫短多 抢第一只脚 第二个中短多 抢底型 先行建立的 就是最低点 再听清楚 大盘的最低点 是不是在礼拜四 它的最低点在礼拜四之前 它就已经完成 但是你必须提防 它因为短线上面的涨多 可能会有回撤的第二只脚 所以它等回撤再去买进 因为你距离最低点 你已经差很多钱了嘛 所以你必须等它第二只脚的回撤 但是这一类型的个股 它比较容易变成什么 中多 它比较容易变成中多 目前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比较没有 还没有办法中多 五日线都还没站上 那你想想看 这些个股 就像过了月线 过了季线 你当然必须要提防 它获利的回吐 这一类型的个股也是很多 什么台风 什么整个操纵 这一类型都是 还有什么优群 这一类型都是 这都是我帮大家去做扫描的 所以台北股市 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的开始 只是投资朋友自己要去想你要怎么做 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要去抢跌生反弹也好 第一只脚 或是你要去做打底的第二只脚 或是你要去做超长线的投资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超长线的投资只能低阶 你如果要做极短线的第一只脚 你只能折强式的买进 折强式的买进 你的整个思考的范围上面来讲 一定要懂得去做切割 你不懂得切割 你会被这盘面上面来讲弄乱 所以台北股市我觉得在这一季里面 当然它有它一定的危机 全世界 我说过整个一个美国跟英国 但是最坏的就是三月四月 我的看法一点改变都没有 面对目前个股的转机 国安基金的进场 这都是你新的机会的开始 认同鼠方的一个规划 跟想法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审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